大家好,欢迎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今天是2021年1月8日,拍片时黄昏大约5点多至6点 非常寒冷的一天 来到神粗营养快线的时间 虽然是这么冷,也继续为大家提供一些有营养的神粗资讯 为大家在度马的时候提供养分 和我一起爆料,依然有大红人在赛马台的胶神 现在大家都记得你了,胶神 大家好,我是胶神,很冷 是的,很冷 其实基本上就是记得你,大家就不太记得我 就认为我是靠你的材料去找食 事实上也是 今次也有几单材料可以提供 开始之前,简单提一提大家 如果未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的麻烦,可以按个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影片图中有广告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 尽量看完它 这几个近期炎门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星期三讲完的田鸡 田泰安 他怕冷也是很怕冷的 是的,也很怕冷 特别是去到冬天 只剩下10度 早上去到早上到早上,你来远都会认到田泰安 为什么呢 包到整只肿 因为他其实都是黑衣黑褲 不知道会有个好像是否那些 我忘记那些蝙蝠盒 还是那种黑色面罩那种 你只会看到他的鼻子和那两只眼 一看到全身包到全身就是他 是的 也不是很多 有没有他 都少包到这么实 田泰安真的包得最实 是的 因为之前我赛马结果的影片 就说到他和高东尼合作 最近当然要问一下你 有没有收到什么有关 他和高东尼这方面的消息 因为除了星期三他们没有合作之外 其实之前几期 或者接下来星期天的日赛 他们都没有合作 那有没有说两个有什么反目那些 你听到的 之前有好奇过去问一些 真的高东尼马房 叫做上街的人士去问过 上到几上啊 可以说不可以的 说到事的人 OK 名字我真的不能说 名字我真的不能说 OK 名字我真的不能说 说到事的人 他又跟我说 不是他跟波斯 说到圣诞三年 还有谈谈谈谈 有发送信息 有电话 亦都是说 真的还说上个星期 都还在早上一些神科 看到两位是有聊天 有些交谈 特别是 通常早上六点多 晨操会有一段时间 是休息的 要拍一拍地 所以很多骑士 会走回来 喝杯水 然后跟联马斯聊天 我都亲眼见过 田大夫和高东尼 是还有聊天 但是 为什么真的没有合作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真的没有合适的坐骑 或者真的多了很多骑士 就没轮到田大安 是 如果我的说法之前 有说过 因为有些法国骑士来了 高东尼也有半个法国人 即是法国帮都支持 一旦有骑士来到香港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那有没有收到其他原因 就是说 为什么两个没有合作 还是田大安想找新的发展 还是高东尼想找其他骑士 现在还是怎么样 以我所知 以我所知 那些安排 高东尼暂时短期 我见到 有问的那些知识 他都是用法国的骑士多些 但是 田大安 很老实地说 其实他的线路 不止高东尼 之前我记得 马田也有问过 我说田大安 会不会暂时 会不跟高东尼合作 那么多 那时候都说会 因为他有阿塞的支持 之类那些 我觉得他之后 也会两天之间平衡 我自己认为 这些法国帮的骑士 可能下串 例如苏明伦 你会跟田大安合作 但就一定不会是以前 好像半个主帅 始终 就真的多骑士的选择 那巴道也长住 那你用巴道也可以 其实见到今次 田大安有几部分 都是阿塞的 他骑了三个 他骑足十场 有三个是阿塞 那都可以 可能就是说 跟其他联马斯合作 都可以 高东尼未必是纯粹一个码头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 高神说了 他收到的消息 给大家知道 还有 之前其实有一单 就是阿芳 和潘顿 这样 因为最近 开始就快 那些经典赛事 阿芳也会 开始选择 因为他有几只四岁马 选择什么人 都很烦 而且这些骑士 都是四围走 现在他们还没选择 那是否其实 潘顿会选择一只阿芳的马 来跑 还是怎么样 首先 我知道很多人很关心 潘顿和方家派 是否彻底闹 不聊天 那些 我可以回答你 绝对没有 我亲眼见过近期 他们两个是有聊天的镜头 还要是潘顿主动去聊方仔聊 两个是有说有笑的 这个亲眼见到 就不需要其他人的 但是我收到之后 很多人说那些什么经典赛 大赛 粤尾 那些会和两位合作 暂时就听到消息 就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听到 无论是阿芳 特别是阿芳的马 我听到的就是 会主要用两个骑士 一个就是苏敏伦 第二个就是何宅耀 就是说经典赛 甚至乎说董事盃 会有的跳出香港 都是用苏敏伦 先的 还有何宅耀 会作副 那些村河专区本身就不是本队 嗯 因为阿芳实在 现在也有很多高班马 还有那些村河达区那些 那些村河达区可能 遲些才出 说到苏敏伦 也要问一下 他和韦达 又是赛果说过 有牙齿痕那些 那些 那你有没有说 看到他们两个聊天 刚刚赢完九宝之后 第二招星期四晨 又聊又聊又聊 而且苏敏伦那天心情很好 就是旁边 就是他操完马 走过回去 那时 旁边通常有些人 会不断问 聊一下他 叫叫他的名字 平时都未必应 或者就这样 摸一摸一摸 那次是有说又笑 什么事啊 那么冷 冷不冷啊 我看你穿多衣服 虽然他那些英文 我都真的要隔壁 那些说才能听得明白 因为可能我英文不好 而且我听不明白那种 比利是识的英文 一旦是卷你卷得很厉害 我不是听得很精狗的说些什么 但是旁边的人都会说 他也是问你冷不冷 而且好像这期少了见我 是 这个就确定了 比如苏敏伦和韦达 其实那个 其实我也收过其他的消息 有没有说两个中间 真的发生过什么事啊 之前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纯粹是韦达那种当年 是大哥 苏敏伦 就是因为是离踩场的 有这样的性质 可能有时候言语上 苏敏伦那些很串嘴 所以就有少少过节 但是现在都已成过去的了 刚才提到潘顿和阿芳 即是说暂时没有合作 但是潘顿的寄望 好像放在希斯那里 是吧 是 听说 经典 即是来到24号的经典一里赛 就已经是差不多 预订希斯的座剧 但是具体是哪一只呢 就真的未肯定 因为来到星期日 有一匹马 希斯初出的 叫美丽同享 就听说马王员工 手足都是觉得 BOSS对这种很大的寄望 就认为他和包装永胜 会是公典一里赛的 马王那两只主角 据称就是说 视乎星期日的表现 潘顿在两只 选择其中一只 是经典一里赛道鞋 这个的乘数也是高的吧 邦希斯其实是 除非这两只都退出了 不然他就会帮希斯鞋 好的 这个绝对已经答应了 是的 真的确定了 总之会适当帮你骑一只 骑起风波那些就不是了 不要听那些人说了 最起码不是经典一力赛道的方向座 是 起风波可能是何摘瑶那些 那是哪些 跑完才是入了那场 就是苏敏伦先选 哦 明白 如果美丽同享 今次就不是用这个判断 是用巴道 大家知道 都是这个 就是做不到磅 一一落 难道切了一脚去跑吗 那美丽同享的进度 是不是杀星震天的 那些马房消息那方面 都是说进度来得很好 然后波士 波士是觉得这些马 其实很有潜质 还有不解 为什么这只马 可以迈到来香港 因为认为 其实西澳洲的马 虽然是西澳洲 就是澳洲来说 西澳的水准 是比其他 比较的水准 可能低一点 但是这只马 还是不败 没输过 还有很多前景 可以去探 可以去研究 而且他觉得 真是在地上 就觉得这只马尔有能力 即使可能今季竞演赛 交不了成绩 甚至说 未来增分级彩的武器 是这只美丽同享的 一直这个月 都有听到这些消息的 甚至乎 会比法国打给亚军那只 叫王者风化 我听到美丽同享的消息 比王者风化 现在我们就这样研究 现在看到这四 就是他跑了四场 在西澳洲 西澳洲 不是绝对没有好马 就是平均水准 可能低一点 或者神秘一点 都比较少和维省 或者新南威尔斯省的交流 偶尔也有一只北来丰 都是来自西澳洲的 这只胜在真是 他没什么跑 当地西澳洲的吸制赛 用得比较少 只可以说是比较神秘 这只美丽同享 有可能是很惹的机会 我甚至觉得是比包装永盛 当然是之后再提到 剩下一点时间 但是交臣有什么 自己心水不坏 买一两只呢 第七场三班 千二米那场 我觉得一Q 应该没得走 就是好眼光 和众半小 这些对马相对都稳定 好眼光 其实不需要说那么多 是是是是 都大家 都大家 好眼光 有没有忍休的 今次 你可以数多很多缺点 他升班 第二次上阵 太密 但是同组 全组说 今季是没有三班 赢过的 买到 这种水准 可能比起四班 强谱更弱的一组 他在这里是硬一 第二个弄他 我觉得是死Q 就是中宽少 他说今季三班千月 入完Q之后 马房安排他跑千四 但是很明显 跑千四 对着那群老虎又不同 今次缩程 重新做功夫 那是真的 如果一只怪兽在这里 都可以欠第二 他又欠第二 他很多第二 这个马房 我又不觉得 我之后也确实 我又不见 很担心啊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心老风 是会倒Q 那些来的 倒Q 不是倒二重彩 只剩第二 那些就射 却跑第二 不是 人家想博 买Q 真的 这只都可以了 这只都可以 还有眼光单 看看可不可以得手 最后简单提一提大家 小弟也有会员的YouTube 和Patreon的频道 都欢迎每月课金支持 里面有更多文字内容 WhatsApp 频道 还有海外赛事的提供 都会放在里面 但是如果不想 课金也没问题 只要像影片的左上角 三个符号 那样 在影片下面 鼓励我 留言去支持我 或者批评我 都无所谓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我都一样感激大家的支持 最后多谢大家 收睇闪蜡田赛华集作 也都多谢了 焦神 天行地冻 都还去看神操 为我们挂料 谢谢焦神 多谢大家 大家穿多件衣服 未来更冷一点 拜拜